農煙密布 火事猛烈不斷燃燒 消防人員積極布水性灌救 4號晚間8點多台南市新市區 一處工廠外面發生大量廢棄輪胎 不明燃燒 當地消防局緊急出動28車 近60名消防人員 以及加派一輛化學潮車前往搶救 由於現場堆放大量廢棄輪胎 疑似有化學物質導致燃燒 火事迅速蔓延冒出大量農煙 臺南市政府深夜也緊急發佈 火警空氣品質提醒 呼籲臺南高雄部分地區的民眾 關閉門窗外出也要戴好口罩 自我防護 另一頭高雄大寮區新中街 一家極定工廠 五號凌晨三點多發生火警 工廠內部冒出大火農煙 嚇壞員工 沒有人進行內部兩線外部兩線的一個防護 立即用了十分鐘的時間做火事控制 二十分鐘火事熄滅 沒有人員受傷受控 所限消防人員到場後火事迅速獲得控制 至於起火原因人有待調查釐清 華視新聞林婉營 許無難才搖起翁前往台南高雄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品薛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